第一个你可以先 输出什么输出到哪一列 特别说出真格一定是哪一列哪一篮 那输出一个没有 没有里面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没有里面再加一个公式进了 可是加之前你一定要贴到哪里贴到那个 记事本里面 然后取代一下 当然不一定是记事本 你习惯握的也可以 握的里面有取代 那一个变两个全部取代就好了 取代完之后再把它怎么样 复制 然后再贴到那个 我们的VBA里面贴上去就可以 贴上 这样就大功告 不过目前的话那只有一列 所以呢 我们执行看理论上应该就是 会有一列会被 一个储存格OK 那所以这边的话这边先把它删掉 但已经输出的话你就删掉 重新再来过 输出 那 再来就第2个 第5列 第6列第7列一直到下面103 可是 想说不合理啊 如果一直复制贴贴贴贴贴贴贴 那改到什么时候 那还不如图外链刚来的快 对所以 重点就是说你要学会 回圈叙述 那回圈叙述 接下来特别主要这个地方有个4 所以这个后面只要逢4的话 后面就变5 变6 变7 一直往下改 所以请你在 Sub这个后方按个Enter 那我的习惯是Enter就按一个Tab 打一个 这个4回圈 如果你有那个徐序 的 变化 然后呢 每一变化一个就加1 每变化一个就加1的话 那你可以跟他讲说4 i i i是个变数 这个变数名称的话 不见得一定要是i 可是习惯 列我会用i 等于 哪一列 从第4列开始 空一格 到 103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有4的话 一定要有NAS 4的话意思是说我要从 有点像什么 那个 这个词 我从第4个他会先把4先丢到i里面去 然后NAS 换下一个 那就不是4了 就再来就5 5丢到i里面去 好换下一个 换下 所以那个逻辑一直到103就停掉了 所以 开始跟结束 那我可以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放到他FOR跟NAS的中间 意思就是说我会在这个里面做变化 所以特别说变化一定值得 只能在FORNAS的中间 你不能说在外面让他变化不行 他没办法 这个是规则所以也要把它记下 那一般习惯 这个 这一行 会是在FORNAS里面直接按个Tab 下一阶 OK习惯上就反映下下一阶 所以以后的话一定会有阶层的概念 写程式要很阶层清楚 你看就一目了然 如果没有阶层 我看的太辛苦了 好那可是改完之后的话 再来改什么 改这边改I 有没有 输出到哪一列 那他就会怎么样呢 他就会 第1个就是第4列 再来第5列第6第7 所以后面先不要改 假设我先改前面 我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全部都输出了 可是问题你会发现每个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后面还没改 好 那后面的话呢 请特别注意 这个I的值一定是一个数字 他变出来的话 4 那可是问你这个4丢进来的话 丢在这里 因为这里刚好就丢一个数字 OK 但是问题这里是文字 我前面特别强调文字跟数字在程式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怎么办呢 你不能就直接把这个4直接改I 没办法 因为他数字 跟文字不相容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就要记得 如果不相容的话呢 你就要先把 先把字串切开来 然后把那个 数字 插入到中间 前后要串接在一起 做一次 双引号两个 这个是指的是跟前面的 这个是后面的 所以他本来是连续的 现在会被切开来 这个就一个字串 后面这个就字串 好有点像火车啦 反正火车变两 两边了 两边 那再来的话怎么串接呢 用AND串接 所以AND一定是这个AND符号 当然我们前面好像在 Essale里面也有用过AND 然后呢 把那个变数 放进来 放一个I 这样就OK 你不能直接把那个I放进来 这可能同学比较容易 有问题的在这里 但是这个是规则 请特别处理 另外还有一个规则 就是说呢 这个AND符号 在VBA里面 在Essale里面不用空格 但是VBA里面 它有规定 就是说这个 AND符号前后 都要加什么 加空白 OK 所以特别处理 空白 这样就OK了 看得 看得懂吗 这个一段 后面一段 然后AND就串接 串接再串在中间 这样就OK了 再做一次 所以如果你假设一下 记不起来的话 不然的话你就背个口诀吧 双引号两个 假设 如果那个4的话 这个要改成I的话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把它加一个I就可以了 那因为VBA里面需要 那个AND空白 所以你再把它空白一下 这样就OK了 其实你做完之后 其实当然你做一个 后面这个都一样 所以比较聪明的办法是 复制 贴到这个4就可以了 复制 把这个盖过 这个我想 如果你有写过程式的同学 应该比较能够接受 但是如果你完全没写过程式 可能需要一点适应期 刚开始也不太能够明白 不过慢慢你先 把我刚刚讲的规则先记起来 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等于就是把 这个中间 串一个 4进来 那他遇到AND再把它 跟前面的F 串在一起 然后再一起输出 所以这样OK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输出不OK 那现在的话呢 输出看到不OK 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全部都跟着改 有没有真的改呢 这边点一下 F4 4 4 点这边 有没有 555 点下去 6 有没有 他就是随着那个 I的词 慢慢 做变化 那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那最后当然我会可能会需要另外一个就是把里面的资料清掉 清掉之前好像没录之距 不过现在呢 如果你要再产生一个清除的话 除了可以插入程序之外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做什么呢在下面贴上 改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不用重新做了你可以这边改什么改成清除 清除 然后呢后面其实 不要输出任何东西所以把后面这一串 Delete掉 然后丢什么东西呢 丢两个双一号 这样就清除了 知心看看 清除 有没有清空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输出 清除 OK 那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1 我们刚刚是本来是4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假如要改的话 原来是长这样的 我把那个重点回顾一下 原来长这样子 然后呢你要改的话 1 先在上面 先打一个Fornets Fornets 然后2的话呢就是把这个东西 搬到里面去 并且按个Tab键 3的话呢就是让他可以 把那个I这个词 让他做变化 前面是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第 I的储存格 那I的词会 4 5 6 7 8 一直往下改 那这里面比较麻烦 就是后面这个字串 如果你要放I的话 就是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两个 移到中间加个I就可以 好 空白 这样子 应该很简单 反正如果刚开始还不太 那我 至于为什么我刚刚有解释过 你也许可以 再 再想想看 后面的话就用贴就可以了 所以以后做熟的话 就这么简单 把它执行一下 没问题 清除就是再把它复制 变成没有 清除 最后当然如果说 你要把这个按钮 改的话就按右键 重新指定它 复制一下 把这边改一下 当然这个本来是聚集的 我把它改成用 我们自己写的 这边的话就自己写的 所以这边的话清除 所以按这边 也可以清除 那里面的话就是公式 好那请各位 试一下 另外如果说细节不太清楚的话 答案这边也有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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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